之前我们就说过 今年下半年的新MPV是真多 今年的广州车展 上汽大通就率先发布了新车 MIFA9 一款大型的纯电动MPV 该车的概念车 今年上海车展是正式亮相 前几天大通在工信部 申报的麦克萨斯G90 也算是它的燃油版本 MIFA9对概念车的还原度超过98% 前脸上贯穿式的LED日行灯 和分体式的大灯 风格简洁 效果大气 科技感和时尚感都非常的强 MIFA9和G90的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长度都超过5.3米 它的侧面也是MPV标准的造型 横平竖直 双侧的电动侧滑门 尾窗的尺寸也是超大 再加上那个相当夸张的 接近尾门的贯穿式灯组 整个车体确实有非常强烈的压迫感和冲击力 即使现在还没有能够看到车内的空间 但不难想象 内部的宽敞程度应该是相当的棒 MIFA9车内的设计和刚亮相的蓝图梦想家很类似 大连屏贯穿整个中空台 至于动力方面 具体的参数也是不甚明朗 但已知的就是纯电动力 据悉该车的百公里加速或相突破4秒 对于这么大的一台车来说 这个加速堪称是动力澎湃 整车综合的续航能力应该超过500公里 关于这台车更多更详细的数据 后续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